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个叫偏函数 这个偏函数呢一般会用作模式匹配 在模式匹配里边也会用的 这个偏函数是怎么样的 咱们先创建一个类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在声明方法的时候呢 会调用这么一个偏函数这么一种这么个类 pass faction demo 直接起一个object 面方法 我先声明一个方法 不在这封明 man方法怎么能声明方法 上面声明方法 我叫一个me me 快这样声明啊 直接调用passion faction 那你看他这个 他faction是一个类吧 而且是一个 你看他前面有个t标准 这是证明这是一个什么treat吧 treat 还记得这个treat吗 我相信你们都记得了啊 刚学完 这里边有一两个参数类型吧 咱们一会再说啊 passionfaction 中括号啊 中括号 这是个string类型啊 后边这个int类型啊 这样定义一下 然后呢 那我这样定义了一个方法 那你看和以前定义方法有一些区别吧 我这定义这个方法 你看前前面这个是一个方法名称 后边 本来你 你是不是觉得冒号后边应该是个返回值的类型啊 但是在这不是了吧 我调用passionfaction这么一个类型 后边呃有一个 两两个指定两个范形吧 一前面的string后边是int 其实呀 这两个类型指的前面这个是指的是 参数的类型 你收入参数类型 后边是指的返回值的类型啊 在这指的 好 我这调用case case 如果你要是 嗯 这样吧 都给你返回一个 啊 就这吧 真是一个善变的人 是吧 如果呃 匹配到这个字五串的话 那我给你返回一个 什么呢 嗯 先打印print case 1 匹配到1了吧 那我怎么返回呢 这个当然不能返回了 返回一个1 咱们说过 最后一句代码作为返回 我直接给你把1 放在这儿 继续 case 如果要是2 匹配到2的情况下 先打印一个case 4 2 然后呢 直接给你返回个2 这样一个没问题吧 前面这个参是代表参数类型 后边是代表返回值的类型 那我你看我参数是不是要需要接受一个自货串呢 返回是返回要返回一个int类型的 这是定义一个方法 呃 来咱们看一下 怎么调用呢 怎么调用呢 我直接啊 println 一个me 就行了 那你看他需要个参数的吗 需要个参数 他提示的是 没有参数吧 没有参数 那咱们刚才声明这个me里边 你需要有参数 而且street类型的 那你给他输入一个one 那你看 执行一下 他匹配到这个了吧 这个case了 那这个就是 偏函数的运用 偏函数就值他吧 就值得他 那其实呢 你看他这里边有case 但是没有match那个关键字吧 那他这就直接能用case 那其实是 你可以也显成这种 呃 可以叫原生的吧 原生的这种啊 呃来一个 比如说来个number啊 street类型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呢 返回 返回类型是这样的 就相当于这样的嘛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写法嘛 是不是这样的啊 case 1 如果要匹配他的话 那我就给你返回一个1 case 2 2 给你返回一个2 否则呢 呃 我给你返回一个 比如说0吧 啊 是不是相当于这样的呀 那我们再执行一下 啊 printlnm2 比如说2吧 cntl sift 加f10 把这个2打印出来了吧 其实呢 上边也就是下边的这个什么呢 进化版吧 相当于进化版 你可以用这种也可以用这个啊 partial function 也就偏函数这种方式来啊 都可以的 来咱们总结一下啊 偏函数啊 partial function partial function 是不是这样的呀 两个类型 这两个范形啊 嗯 b 好 好 那 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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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是什么呢 A 是参数类型 参数类型 那 b呢 是 返回组类型 耶 我 有 啊 他手 哎 怕手 发生 呃 叫什么呢 偏函数啊 偏函数 偏函数 常用作 常用作 输入模式匹配 它会被经常用来做模式匹配的 好 这个是偏函数 主要是说的是这个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